当时就离家出走 跟我爸妈闹翻了 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父母当时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俩大概在一起半年以后 商量订婚 商量订婚的时候 他们家说给八万块钱的彩礼 但是他真正订婚的那一天 就成了一万八千八 当时我爸妈就说 他们家这么小气 你以后会幸福吗 他说我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我现在真的是很后悔 没有做我爸妈的话 那时候我爸妈让我 不要这么着急的去他们家 这是对的 我现在想想真的 他们就是对的 那时候跟我爸妈闹翻 然后直接就跑到他们家 另一个箱子就过去了 到他们家以后 然后他爸妈刚开始 对我还挺好的 然后后来就是住在他们家 慢慢的就总是说 我这也不会做 那也不会做 然后所有的家务活 全部都安排给我来做 然后我做完之后 还在外面 跟他们家所有的邻居 亲戚都说我不懂事 因为我们那里的习俗 他就是这样子的吧 你总是这样说 你们那边的习俗是这样子的 我在他们家 就是一个免费的保护 还是倒贴公司的那种 那时候我去他们家那边上班 我就想用这一万八千六块的彩礼钱 买一辆二手车 然后因为每天上校刚要一个多小时 他爸妈就是 死活都不愿意把那个钱给我 说他们家这里紧张 那个小店子要钱 这里要用钱 没有钱 然后后来有一天 他们家表弟在房子 他爸妈一下子拿出了十万出来了 还把我交给他们家的那个工资卡 卡里面的钱三万多块钱 全部都取出来 一并给了他 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也没有问过我 愿不愿意把这个钱借给他 就直接拿过去了 那我不是把你当成我的家人了吗 然后那个钱的话 那接过去他又不是不会烦 那当初为什么我要用这钱 去买一辆二手车的时候 你就不愿意呢 那二手车没必要买了 我不是答应给你买一辆新车吗 新车我看到了吗 我有吗 你妈把那一万八千多块钱 都拿回去了 然后我找 你爸妈要这三万块钱 别的我也不多要 我就是说把我交给你们家 这三万多块钱 我要回来 现在我要回来 不是 你交的家里这是什么钱 就是我辞了工作 去他们那家那边找了工作 然后找了工作大概一两个月吧 他就跟我说 他们那边全都是南方管钱 让我把公司卡全部交给他们 以后要用的话 再从他那里拿 那确实也是这样子啊 我妈妈的钱也是给我妈妈还了 那是什么 对啊 你骗谁呢 对啊 我在那边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家离他们家也不远 我们家怎么就不是这个习俗 那不是你非要跑吗 怪谁呢 三万多块钱拿回来 他结果一耳光就打过来了 凭什么打我呀 我在你们家为奴为敌的 那个事情我不是跟你道歉吗 再说呢 你跟我妈是什么态度了 我对你妈妈态度还不好吗 我以前也是把她 相当婆婆一样的孝敬 但是她是怎么对我的 我生病了 在床上躺着 你妈妈一拔就把我的被子掀了 把我叫起来 一定要我做了饭再去睡 那只是个误会 再说呢 我妈妈他们 就有点什么小病的 他们也没有什么 还是跟正常一样的 再说呢 我辣掉 我辣掉 你干嘛不干呢 每次我累的时候 想让她叫 她过来帮脸忙 她妈妈马上就把她叫过去了 她说我儿子很宝贝的 这不能干 那就不能干 我也是人家的宝贝女儿 凭什么就让我干呢 你还说你创业这个事情 我一下就想起来了 你创业的那会儿 天天在外面喝酒 然后半夜三更才回来 那不是陪朋友吗 我现在创业的话 那肯定要跟他们打交的了 喝点酒啊 陪他们出去玩一下 说话啊什么的 这很正常的啊 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正常的 我为了这个事情跟你吵架 你妈妈帮过我吗 你跟你妈妈 总是站在同一战线上来 说我 责骂我 她的叙述是事实吗 对 她一直怕这个女生 是夸大其词 就是今日中国 还有这样的一个 但是因为本来 她来到我们家 我当然是把她当做家人了 然后在我们的习俗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以前我妈妈她们也是啊 现在我娶了阿姨过的妈 当然她就不一样了嘛 好 你在乎她吗 在乎 真在乎吗 真在乎 真在乎她 为什么她做家务 你不做的 因为本来家里的习俗 她是这样子的嘛 什么家里的习俗 你家还有什么 我有时候也要 还要出去忙自己的事情 你忙什么事啊 你在不失业吗 是啊 所以我现在我要 外面去大厨房 好什么呀 这不是我要创业嘛 当然 你为什么要创业啊 跟朋友打着 然后要赚钱嘛 可以养家嘛 她有问你要过钱吗 她有时候也问嘛 她以前她就有 那种万花钱的习惯嘛 万花钱可是 她的钱不都交给你们家了吗 她花什么呀 所以说我现在 所以说什么呀 你说我问一个问题 这次是希望老师们 帮你去管教她 还要回去 还是真的要分手 我觉得我当初看上她 也是觉得她人好 但是 从我到他们家生活的 这一年多里 我真的是没有 过过一天快乐的 幸福的日子 我觉得我的整个 就是一个悲剧 我现在不想别的 我就想把那三万多块钱 拿回来 我真的是不想过了 好 问问她 如果分手的话 三万多块钱还给人家了 但是我们那里 我问你呢 我问你呢 别说习俗 分手了 人家在那工作的钱 都交到你们家了 给人家吗 那是她在我们那里 已经搬过酒席了 她已经是我家人了 算是结婚了 对吧 按你的说法 对吧 当地习俗能离婚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当地习俗离婚的时候 分财产吗 分 分吧 怎么分 怎么分吧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是吧 你来把你挣的钱 和他挣的钱 加在一起 分给人家 该分多少钱 收个数 收个数吗 你这一年多 挣了多少钱 七八万吗 七八万 加她的三万多 那就分人五万块钱 是吧 你们当地习俗 可别说不让离婚 而且你自己说的 你能不能尊重习俗 我们就让你们当地习俗办 好吧 其实我也不是看上他的钱 你行了你 闹到这个程度 你都没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只能谈习俗了 人家顺人习俗走呗 其实中国人最好的习俗是什么呀 你没婚嫁的时候 就住人家去了 中国有句老话 叫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因为很多时候 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生活 变得很混乱 我们没有想清楚 没有想明白 那针对这一队的情况 老师们会如何来帮助他们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的圈 我看你快乐 这么一个好的媳妇 就让你一点一点地给赶走 但其实这里最大的问题啊 在于你身上 你希望别人把你当媳妇看待 家里人看待 但为什么他们就把你当保姆呢 为什么之前他能俯下身来 给你穿鞋 为什么那会他能俯下身来 现在就是你生病了 也得有人撩背了 让你起来干活 他却什么都不做 为什么 我觉得我就是 当初没有听我爸妈的话 执意要嫁到他们家 关键问题不是 你没有听爸妈妈的话 而是你没有真正地 把自己做得让人家看得起 说好的彩礼 对方砍价了 从八万到一万八千八 你认识了 对方你的形象 一下就从八万到一万八千八 那个时候我觉得感情这个事情不能靠钱了 我不是说让你一定要八万你才能嫁 而是你的腰没有挺起来 你要问为什么说好的事情变了 得有一个原因 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的待遇 你是有收入的 却支配不了二百块钱 你谈什么话里程 你一步一步是在钻送自己的尊严 你还想希望他们看得起你 真当家人吗 只是一个家用而已 所以说先把自己腰杆挺直 之后你才去再审视这个爱情 就这个人 他能不能适合跟你在一起 但至少我看不出他对你的爱 既然没有爱 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 说分手之前 先把自己该得到的得到 好吗 就这 平心而略 从外貌和气度上来说 不会 从个人能力上来说 你有工作 他没工作 不配 从爱的奉献上来说 你爱他比他爱你要多得多 不配 那你们俩怎么会走在一块呢 是爱情吗 我想不是 后来想通了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的恥意反对 和坚决的那种跟你的争吵 促使你更快地走入了火坑 你的父母要检讨 当然你也要检讨 父母对于孩子的婚姻的干涉 有的时候越干涉 越恰恰是把自己的子女推入火坑 我就不明白 一个没有工作 在家里也不干家务 没有生活能力的人 他怎么可以结婚 他怎么可以找你 你怎么看上他 就这么一个男人 他居然可以在家里 耀武扬威地扇你一个耳光 可以跟你说 就你这脸 你也配擦两百块钱的布布田 他怎么配说出这样的话 我就不明白 你说即便是家里能挣钱 有本事的男人在家里 也不会这样 就他 他居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是谁给你在撑这个腰 还是你根本就没脑子 中国有句老话 叫上赶着不是买卖 如果买卖的双方 其中有一方 其余成交 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要么降价 你要么就付证产品 你不就是这样 你急于求成 死去白了的 要住在人家家去 那你显然就不吃钱了 父母一定跟你说过 男方家不挣什么 不要家过去 如果那个时候 父母不跟你吵 不跟你闹 而是平心静细的 跟你聊 你也许没有搬得那么快 但是你当时 为什么那么认准 就要搬过去 是因为你满心的希望 这个平时可以 低下来给你穿鞋 看着你脚磨破了心疼的男人 会在家里面一样 始终如意的 把你当作宝贝 但是你了解他 如果你事先就了解他 他在家里面 就是个妈宝男的样子 你会家里 你根本就没有了解亲手 也没有了解 他们一家人 是什么样的习死 你就过去了 你还想有 什么样的待遇呢 那不就是 人家说一就是一吗 人家说二就是二吗 我问你呢 他第一天搬到你家去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感觉 反正我的就是高兴 高兴的话 你为什么都疼呢 你说你没有能力 结婚你结了婚 结了婚你不好好过 不干家务活 不出去工作 你就是两个算废了 你啥也没干嘛 说你干嘛要结婚呢 所以人家父母反对 你完全是有理有结的 搬出来是一定要搬出来 过自己的日子 否则的话一辈子让人瞧不起 至于这个感情是否要继续延续下去 我真不了解你们俩之间有没有爱 好吧 我觉得这个建议 谢谢 有个事我想问一下 那个女方现在你搬出来她家了吗 我现在没在他们家住了 在哪住呢 我在搬到我们公司附近 因为跟我爸妈赌气 我也没敢回去 好那现在是什么关系呢 你们俩 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吧 OK 我是特别担心你还住在一块 只是因为那三个家没有离开 我觉得你大胆的走 没有钱也走 回家去 父母不会不原谅 不要置气 回家去 难道非要父母低下脸来求你吗 都是你自己的做 我觉得 我觉得我当初没有听他们的话 我都觉得没脸回去 我认错了人 你在父母面前要什么面子 你在他们家里面都没有要自己的面子 反而到自己父母面前说 我拉不下这脸 你孩儿琢磨琢磨吧 你孩儿 钱可以不要 只要人在 大把人生 供你去挣钱 那点钱不算什么 我其实 一贯希望站在一个更中立的角度 但是在这个题上 我有一个特别坚定的一个态度 你要拿出从你家里私奔的勇气 和决心 离开这个男人 你就幸福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方房间 可能我之前对你的那个做法可能是不对的 让你在我们家受了委屈 我呢 你会跟我的家人说 那位你好 像这种的家务的话 在时候我会跟你一起承担 相信我 我会跟你幸福 你让我想象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想象吧 都考虑一下 女生 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帮助到你来选一下 第一 求助现场观众 第二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第三 再次求助爱情导师 你选择的是 我想求助一下爱情导师 附老师 你当初那么坚决的 收拾好行囊 从家里面出去的时候 伤心的是你父母 去意决绝的是你 现在你收拾行囊 从南方家里搬出来的时候 决绝是他父母 伤心的是你自己 所以这么一对比 你应该知道谁是最爱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判断 我是觉得这个男生 对你几乎没有什么爱 而只有占 即便是个唯唯诺诺诺的男人 不敢与父母作对 也应该明里暗里的 对你进行关爱 但是没有 所以这点东西已经非常简直 而且尝试着用三万块钱 来扣住一个人 这已经是很卑劣的方式 所以说即便他曾经对你有过心动 但我认为他没有爱的承担 跟这样的男生在一起 父母痛苦 你痛苦 将来他也痛苦 就这样 谢谢 谢谢老师